蹲守依旧继续 第二天清晨 才见谭永下楼 坐上了自己的帕杰罗 从屁股后面跟着 感觉在跟着大队长上班一样 穆智阳照例跟上 走了没一会 就使劲拍醒了副驾上的魏正国 力道很大 多少有些私人恩怨 什么魏正国惊醒 谭永换路线了 不是去单位的路线 穆智阳道 他们这几天的时间里 天天跟着谭永的车走 路线早已记熟了 魏正国睁眼瞅着 川流不息的路面几秒钟 坐的第一件是通知 另外一组人 立即过来集合 江源也坐直了身子 好奇地看着前面 丁梢跟踪什么的 他以前也只在电影电视剧里见过 而就这两天来看 其实也就稀松平常 旧省城长阳市的交通状况 上班时间 动辄双向六车道都拥堵了 前车司机看后试镜 能注意到后面两排的车就不错了 更不要说 魏正国选的还是一辆白色的大众A级车 借着其出众的套娃品质 飞车圈人士不看后屁股 根本分辨不出自己前后左右的四五辆大众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谭勇显然也没有什么反侦查的经验 踏上下车的时间 倒是会仔细地看看左右 甚至检查自己的轮胎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行驶在路面的时候 基本是没有什么防备的 不会特意地变道 更不会卡红绿灯的时间 慕智阳轻轻松松地就跟着谭勇 看着他绕一圈到菜市场 购买了一些东西 放入后备箱 接着再开车返回 魏正国用纸巾战矿泉水抹了一把脸 郑重道 盯紧这个变态的屁股 谭勇将车开进了一个距离自家一公里不到的小区 小区略有些年代了 没有人车分离的设计 谭勇的车到大门前 烧停 就见升降杆自动升起 你去路边停车 我不行跟着电话联系 魏正国飞快地说着话 推门就下车 江源也推门跟了上去 魏正国有点犹豫 道 江法一 你跟着小木一起 我帮你吧 一个人太危险了 江源知道魏正国是怕自己受伤 比起穆智阳这种警校毕业的刑警 他的外勤能力确实拉胯 但让魏正国一个人跟着也确实危险 在没有器械枪械的情况下 两个人追踪一个人 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魏正国甜甜嘴唇 不吭声的招招手 进了小区 才小声道 你紧跟着我一起 不要擅自行动 他的年纪也大了 要说什么单兵作战能力 那纯粹是扯淡 年轻时的底子没有了 一个人面对谭永这种经常跑工地的男人 他也是没什么自信的 魏正国闷头就跑 小区的行人大门纯粹是敞开的 内里的绿化也是泛善可尘 一片熟透了的小区的衰败模样 江源跟着跑进去 远远的还能看到帕杰罗的车尾 跑快点 魏正国携盔着谭永的车 隔着一栋楼 跑得气喘郁郁 江源跑得更快一点 但也不敢窜得太浅 以免被发现 好在小区并不大 帕杰罗也就开了两三格百米的距离 就再次降速下来 拐到了小区角落的一栋楼下 谭永下车 放下地锁 倒车到一楼的绿化带前的固定停车位 在直接打开楼前小花园前 栅栏上的锁扣 以及那里的房道门 却是一套位于一楼 有楼前花园的房子 七号楼 就一个单元 七号楼一单元一楼最北边的房子 给慕智阳发信息 魏正国喘的老牛一样 手拄着膝盖 自意从月季花后 死盯着谭永 江源也跑得累坏了 半跪在地上 尽快将信息发了出去 再隔着万年轻看魏正国的黑脸 只觉得鲜花牛粪 相得一张 你念粮油 蔬菜肉 全是吃的 魏正国看着谭永卸车 眉头紧皱 道 这家伙离了婚 没子女 父母住乡下 带这么多吃的过来 绝对有问题 江源问 接下来怎么办 还不能抓人 抓到人 没证据的话 只能是打草惊蛇 魏正国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编辑短信 且道 你让慕智阳回车里去 继续跟着谭永的车 我找葛开锁的 他准备亲眼看看 这房里有什么 江源依言做事 而另一头的慕智阳 刚跑进小区 看了手机 又只能一个掉头 往停车的位置跑 累得更惨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谭永卸完了东西 回到车上 打火回家 魏正国给慕智阳提醒了一声 慕送谭永离开 就绕着七号楼转悠了起来 江源不明 所以 低声道 咱们现在是 看看有没有摄像头 现在这种东西 便宜得很 魏正国扫了一遍 没什么发现 才又打电话联系人 同来的铸台县的刑警温明 与找来的开锁男 快步来到了七号楼下 把门打开 魏正国直接命令 开锁男提着大箱子 跟魏正国很熟悉的样子 瞅他一眼 低声道 您可别把我给献进去 能有什么事 魏正国豪横的一句 都到这里 再耸又能怎么样 防盗门锁的质量很不错 开锁男忙活了好一阵 才将门打开 里面又是一道防盗门 这门的锁头不行 光是门好 没用 开锁男刀了两句 魏正国也等得皱眉 顺口问 买的门吗 值多钱 两个门 会买的万把块 不会买的两三万把 开锁男刀 那货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几千块 魏正国恨了一生 为自己再补一份信心 门开 里面是普通的四室一厅的格局 长阳市的房价不便宜 但这边的小区建得早 若是买在开盘的十几年前的话 大约也就是几十万的价格 散开找找 魏正国看着普通名宅模样的内部布置 眉头紧簇 略为有点茫然 不过 这里对江远来说 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现场了 在室内转了一圈 江远先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 就将铺在阳台与客厅间的地毯 掀了起来 到有地下室的 一道木直的拉门 展现在三人面前 一道木直的特色 第二道木顶 三人面前 感谢观看